機長你好 台幣機長 我們要開始下降了嗎 不要下降不要下降 Give me five 給你機長 台幣機長 外資要圍頭 還要大買4000億喔 還有 我們不爛3% 台股一點也不爛 尾盤意思要展一點 哇 Chill GPT支付被開除了 最新八卦 他不回去OpenAI 要去微軟上班了 最新八卦 回答財報 週三早上6點開獎 IC設計先飛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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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Coco 大家好我是機長哲哲郭總 來 台幣機長 機長 就是我們 機長 機長好 你是空服務員吧 是你的副駕駛 副駕駛 外資將回頭 大買4000億 現在假的卻GBT支付 被開除了 被開除了 微軟趕快貴求 負值 真的假的 還有回答財報 聽說週三凌晨6點要開獎了 開獎喔 愛惜設計股先噴啦 先飛 先飛 先飛再說 飛行 今天為什麼穿這個衣服 就是因為台幣 機長 我們是機長 我們是機長 會很牽強嗎 很牽強嗎 還有外資回頭買啊 外資回頭買是不是 飛回來了 穿這個服裝看起來不錯吧 對啊 這個跟搭獎 你們有沒有看到我今天還有什麼 特別的 有啊為什麼你要放一支筆在這 這什麼筆是不是 對 什麼筆 蛤 又丟著筆 不是喔 不是因為這個筆是pilot pilot 我也是pilot 對 機長pilot 好冷喔 這真的是pilot 有點用心 好不好 有沒有聽過那個 擺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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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個唱歌比我還差欸 好啦 聽到那個廣告就好了好不好 那今天吃什麼來 今天吃火雞肉飯 火雞肉 來來來來 因為開除的英文叫做fire 開除 真的你要被開除 請問你筷子給我 在哪邊 筷子怎麼在我這呢 你自己呢 登登 我自己等一下會變出來 他怎麼變出來 沒有變啊 一位在幹什麼 製作人你看他 他那麼固負責吃 我們都沒有筷子 好可憐 你自己有吃過嗎 我還沒有吃 想說第一次吃可以比較多 我們吃一下 其實這個是製作人貼心的安排 因為他希望 我跟你講好不好 這是我吃過最難吃的火雞肉飯 有夠乾的 叫什麼 幾顆星 4.9顆星 我真的不相信 有些時候第一名是買出來的 你知道嗎 怎麼會這樣騙我了 現在新這種東西 越來越難相信 對對對 很多是找行銷公司 你知道嗎 這一家有4.3顆星 我隨便你好不好 滷蛋應該不錯 滷白菜也滷的普通 這一家真的不行 第一名是 每次都說號稱第一名第一名 是不是 又不是我們福利社 我們福利社說第一名 還真的第一名 我們是真的第一名 好不好 這一家真的普通 這雞肉很乾耶 蛤 你那是乾絲分離 它是雞肉跟那個雞的油分離 雞肉跟雞飯 雞油分離 雞油分離 好不好 趕快趕快 我跟你講 滷肉飯喔 少那種雞油去淋上去喔 我覺得 少一位嗎 就少了雞長 沒有雞油一樣 要醉雞啦 飛機起來了 下次給我點醉雞 沒有啦 來啦 來請教 第一位 陳昆蘭分析師 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其實有火的食物還有啊 火龍果也可以 火龍果我會把嘴巴都弄粉紅色的 你試試過 冰我不如有 不要說我們說 你自己覺得好不好吃 偏財真的偏財啦 偏財對不對 對 偏財要賺偏財 偏財 偏財運 偏財運 不是本來就是偏財啊 只能騙我們這種 沒有我們是正財啊 長期投資喔 大收益啊 不是 這一家餐廳只能賺偏財 不能賺正財啊 只能騙我們這種 沒有吃過的 對啊 關老師今天要告訴你 外資有沒有可能買4000億 有可能 有可能嗎 而且 集團行情 作夢行情開始啟動 所以好好聽下去囉 謝謝 好好聽下去好不好 好 陳老師的Life 來 小鼠 D-A-R-E-N 大人哥 對 大人 大人 大人在家裡 小孩有沒有 大人在家 還有一個小孩 那比大人更老的呢 老漢 來請教第二位 林漢偉老師 老漢你好 好啦 我比大人哥還要老沒錯啦 那 今天這個我覺得真的是 不太行 因為剛剛 4.9顆星 我這也不相信Google啊 嗯 牙口不好的 可能又掉水氣 我這樣牙縫比較大 所以卡在牙縫裡面 非常不舒服啦 但是我跟妳講牙縫比較大 其實妳是原死人的設計 你知道什麼 因為以前人比較容易肚子餓嘛 對 然後肚子餓三餐不計 這時候 欸 怎麼這樣子 然後鞭配 顛配流離之計 怎麼沒有食物 欸 牙縫裡面有油油油 就把他卡出來 突然就餓 原來這邊是喪食物的啊 你是為求生存的 對啊 我早餐現在也可以再加菜的意思嗎 煩蜘 煩蜘 有點太噁心啦 可是我 考慮到這個 可是我不許妳再說妳自己 沒有啦 開玩笑啦 我考慮到 禮拜四感恩節 我決定要特色這個火雞飯 因為感恩節要吃火雞 我們特色他 他特色他 欸不錯喔 這個肯不錯喔 好欸好欸 那我們裡面還在吃一隻火雞 我們點到吃的火雞怎麼樣 烤雞 吃烤雞 吃烤雞 烤雞沒什麼特別 哪個烤雞比較好吃 二十一風味館 太普通的 我們在想 那個 烤雞有火雞三明治 有喔 有 烤雞有的東西我覺得還好 我有一陣子 香雞層啊 我有一陣子吃烤雞層啊 然後浩森可以 他浩森可以減肥嘛對不對 我吃了以後對不對 他不是說哇什麼 500卡 600卡 我就吃 6吋了嘛 後來越吃越餓 我就吃到18吋 吃三份 就一吃變1500卡 根本就減肥不會成功 好不好 這浩維老師的line 來我們看一下 小鼠PS1688 老師也是很老實 很老實 好不好 那個福利是有兩大最怕老婆的人 第一個 陳俊瑩老師 第二個就是林漢偉老師 好不好 我們大人哥 大人哥也怕 馬上舉手 馬上舉手 三位 這不錯 都好難忍 下次請怕老婆三位做到 我怕閃黃三位好不好 第三位 來 天不怕地不怕 最怕股票不飆的 謝承諺古怪教授 你好 他也是外加達人 不是我 我覺得今天為什麼一開始擺盤是這樣 就 好像餵狗 這是某個人擺的 我也覺得 對 色香味通通不去全 對啊 然後 好暈倒 可惜啊可惜啊 對不對 你色也沒有 吃色也沒有 所以你指我是什麼意思 味道也沒有 我指你的食物啊 所以他一開始 沒有給我們 筷子湯匙的原因 是不是因為要我們這樣 欸 欸你真的 你真的是本性欸 很過分喔 是不是原因 學的蠻像的欸 因為我是小狼狗啊 真的 你是大野狼 你是大野狼 好不好 陳俊老師 今天也蠻精采的 我說真的你今天穿這樣真的帥啊 真的喔 謝謝 一首歌獻給你 哪一首 愛情烈則戰 愛情烈則戰 我不會唱啦 只是說還沒有空位 那第二句我忘了 看起來我應該不適合當主持人 我比較適合當機師 對 好不好 可是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CUE了 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你為什麼要把那個 理髮店的那個霓虹燈綁還 這什麼事啊 你怎麼這麼說啊 你怎麼這麼說啊 沒有人講過 這是美國顏色的領帶 好 好不好 這明明就理髮廳啊 為什麼 是那個 這是二 紅色喔 紅色是動脈啊 藍色是靜脈 白色是封帶啊 這美國 這俄羅斯領帶 俄羅斯領帶 俄羅斯領帶 他的領帶更花俏 對啊你敢講欸 對啊 對不對 花俏沒有關係 我們穿起來就是 我們穿起來就比較挺拔 他穿起來就怎樣 挺不起來 花 要吃挺力 不要硬轉 不要硬轉 老師的Line 小老鼠 GP520 這個要跟大家講 焦大財經博士 哇 他今天要注意一下 因為我們每次查 怎麼都是寫博士生 他說沒有我早就已經博士了 好不好 要特別強調 你不要看他長這樣子 好不好 外表跟能不能當博士是一回事 好不好 是兩回事好不好 所以 能不可貌相 我們來看下一檔 單元 財經大頭條 有請大仁哥 大仁哥 台幣幾掌啊 機掌機掌機掌我來了 外資要回頭 4000億 老師來看一下 我認為會的 因為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其實我們可以看一下 今年喔 到今天為止 這個書籍已經更新到最新了 到今天為止的話 竟然外資只有買超198億元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來看一下 指示這邊好 這個先幫我們看一下 因為 如果看一下其實今年喔 外資在年初的時候 原本有大力買台股 買4300億 沒錯 原本買到6月的時候 高達4346億元 但是呢 竟然急轉直下 到了10月底的時候 竟然累積到 近賣超了1500多億元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我這樣講好了 不是外資不愛台股 而是外資在這個時間點 不得不賣台股 那他不得不賣台股的原因 就是因為 全球的股市的一個震盪的過程 那比方說好了 今年大家遇到的問題 就是那個美股 崩了一大段 然後好不容易 在11月2號的時候 在會議後之後利空出境 開始你看像外資開始買台積電了 然後連續買了好幾天了 然後連續買了好幾天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前進 還有那個拜習會 是 那個 不攻擊台灣 哇 這個資金都回來了 像磅狗爛一樣 對所以則子講到一個重點的話 我們放往上面看 因為其實 我說到的是外資 它 不是賣台股 而是賣全球股市 把資金回去到美國 那好不容易在這些相關的 政治風險也解除了 或像是升息的最後 都已經結尾了 所以現在目前的外資的話 也漸漸把這個資金去 回來到全球 本來是賣全球股市 對 回美股 現在把 把美股資金 把美元資金 把它賣掉 是 回到亞洲 對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新台幣的盤眾的匯率的話 大升了兩腳多 對對對 這個很誇張 這很誇張 對原本是 大概接近33左右 那剛剛最新盤眾的話 是31.62% 最高32.495% 對 老師這個很誇張 老師瞬間這樣子 每天都這樣伸個一腳兩腳 會不會很誇張啊 我覺得會的 那不過因為其實 就是我剛剛前面說到的 因為現在這個時間點 叫做是全球的股市的氛圍 都回歸到瓶頸 之前是有點像恐慌的 美債也在攀嘛 然後呢 像是那個 美國那邊的通膨的問題的話 也是依然相對沈重 可是到了11月開始的話 這個行情就突然就是 全部該出來的利空 都測試過一遍 然後呢 該回來到的行情的部分的話 也回來了 所以外資的話 目前看起來比較明顯 回流到台股的部分 那我這邊特別還幫大家 去做一個補充的地方 就是說可以看到 外資最近在買台股 那買的比 陸股跟港股更來的兇一些 在這邊 對這邊來 老師為什麼 老師聽說最近 港股快要輸我們了 幾乎是 原本大家還在看說 到底什麼時候 台股的加權指數 會超過恒生指數 那目前的話還沒有接近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的原因 是因為 為什麼這樣主要原因 是因為其實 前一陣子這樣拜習會 那習近平他有說 無意去攻台 那政治風險的話 地緣風險的話 有機會下降 好所以大家如果印象還深刻的話 是之前的巴菲特 原本買了台積電的ADR 是 但是他也說了 因為地緣風險的關係 所以他把台積電給他 把它除清掉截掉 是 但是如果我們可以看到 兩岸的政治風險 是因為那個 席拜會的登場之後 那目前看看 漸漸是比較明朗的部分的話 其實有機會帶來 外資回頭買超台股 老師可是席拜會 我之前有一個教授啦 就怪怪的 他說席拜會 席 席 席 看起來沒有席 生氣啊 對啊 生氣啊 生氣啊 你之前是失敗 失敗啊 我跟你講你真的很像 當日本鬼子耶 我跟你講你到時候 真的統一 第一個你就被 那是韓國話 那是韓國話 韓國話也不好聽啊 失敗啊 韓國話 他是罵他 你記不記得他之前 有給他荊州 荊州有勢隊 荊州有勢隊 荊州有勢隊給他球衣啊 那球衣背號是他的名字 就是XIC 然後背號給他8號 然後你說 他說韓語 我說沒有人家8號 只是為了發發發 我是認同的啦 因為這兩個 那個男人應該是 老男人在互相取暖啊 因為 中國人有經濟的問題 啊 美國那邊的話 拜登自己的那個連任之路 蠻顛頂的 我覺得兩個都需要齁 對啊 因為說實話啦 這個習近平主席也很聰明 你就一直激怒 美國也沒什麼用啊 對 我覺得他是務實主義者啊 其實基本上我覺得他 他我已經有已經過他的生平歷史 我已經過很多 基本上你不要觸犯他的權力 核心 他都OK 他可以跟你好來好心 你看喔 他當初有沒有 你看喔 我講的事情喔 我關上他很久喔 你有沒有發現他 他十三大嘛 是不是 十三大的時候他怎麼樣 哇 我告訴你就是 你就是COVID-19 你就是每天要給我搓 搓鼻孔 給我搓鼻孔 你有沒有發現十三大以後 哇 有什麼白子革命啊 對 他直接開放 他也不管你白子革命 他也沒去拘留那些人啊 也沒有秋後算帳啊 他從頭到尾就是 我十三大我要連任 連任完以後 OK 都好講話 所以最重要 那時候我就覺得他不一定會攻打台灣 所以台灣我覺得不要太過分 基本上應該兩岸會就和平 不要去挑釁他 沒必要 真的沒必要去挑釁他 好老師 外資撤出中國以及香港 是沒錯 因為我們來對比一下 我們自己的台股跟港股那邊 那如果就市場推估的話 2014年的香港的雨傘革命的時候 那時候的外資 他撤離了香港的資金 估大概有1.15兆的台幣 好多喔 對 確實最近還在持續在做撤離 然後如果回來 讓我們剛剛前面左邊那邊 就是剛剛看到這個數字的話 到今年為止的話 原本一度買超了4000多億元 所以我相信這個 買超的部分會在這個時間點 重新再繼續再回流 所以這邊從100多 然後回歸到4000的話 其實我覺得還有蠻多可以賣 老師你看以前外資一買 都至少買個1500億 對不對 有買400多億的 可是你看喔 那是因為連續買超 有在連續賣超的嗎 欸賣2.2兆欸 老師今年再回來4000億有過分嗎 我覺得還OK 蠻正常的 而且我要跟大家講 我來看一下 我這臨時看的喔 這邊新台 這邊6月份的時候對不對 外資一度買超多少 4200億 說實話今天升兩角 你有剛把兩角買不到100億算少 我覺得應該是說 到目前為止的話 他這邊的新台幣匯率是剛開始去大幅的升值 所以你到時候會看到外資的買超會 源源不絕的進來 所以我在講啊 今天外資是不是很多錢進來 他還沒有買啊 對還沒有買 還沒有買啊是不是 不是 哈囉老師 是不是還那個 有些問陳彥老師 因為你點頭獨搗斷 因為那個央行還沒有公佈這一波 外資賄賂金額 一旦會 看到那個金額 我相信是會相當驚人 對啊 外資會進來要幹嘛 對不對 不會放在那邊 像結婚的時候 擺在那邊 啊我們大家看看 看到我的騙金嗎 然後就走了 不可能嘛 應該就是直接要進攻 所以你結婚都是騙人的 就是拼金都這樣 你可以好好聊天嗎 我們是在聊外資耶 沒問題 啊漢文老師你那時候拼金 你也真的給嗎 真的給啊 漢文老師你那時候拼金 你有真的給嗎 有啦 也是喔 也是喔 他被戳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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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社會習俗喔 欸今天馬上 你臉紅欸 被打臉了 欸欸欸欸 怎麼會這樣 欸這效果還不錯 老師那個六月份 我們看到新台幣六月份 因為六月份的時候 有買超那個4346億嘛 看六月份的時候 台幣是升到什麼時候老師 那時候大概30 30點多 31左右 那個30 我們看到六月份 六月份那個時候 欸還好喔 你看還沒開始扁 對不對 晚上是扁嘛 所以那個時候真的差不多30.8 老師你看喔 你現在一架子已經展得快八角了 結果你外資買超也才200億而已 是 那我如果我現在 我在升值升值到30.8的過程中 你是不是應該還我4000億的買超 我覺得是會的啊 因為我剛剛前面說到 因為前一陣子那個賣叫做是不得已賣 或者是為了全球這股市而賣 而且已經賣前三年賣了2.2兆 所以你有看過那麼誇張的數字嗎 沒有 是不是 所以你看這一波沒有相信 沒有相信台股的外資都沒什麼賺錢 好我們來看一下 好 我們看一下今天的台股的部分 中場上漲了1點喔 老師1點也要 1點要 就是要踩1點 他很厲害啊 你看這14天的紅K棒裡面 應該是14天的上漲的過程中 只有一根的黑K棒 所以這一波的話 真的是外資給它拉起來的 那 但是我要跟大家做一個補充 就是說 因為其實這一波的行情 漲到這邊為止的話 已經漲到了算是近期的波段的高點 然後呢 因為在上漲的過程之中的話 你會發現說 其實有那種偷偷在賣股票的那隻黑手 那那隻黑手的話是關股 就是我們的那個關股的券商 那因為其實這一波的話 其實包含像上個禮拜 的外資連續買超以來的話 大概1300多億吧 然後呢 可是在那個黑手的賣超的話 就是關股券商的賣超的話 是高達了260億左右 所以它其實提供了一些 就是所謂的指數上漲的一個壓力 所存在的地方 那但是無論如何 我覺得我相信台股這邊 會是用一個金金掌的方式 去做一個向上攻擊 他是金金掌的還有金金掌喔 對阿 我覺得會阿 因為外資要買阿 阿因為我的 謝謝老師 阿因為我那個同行的那個 那個 算機師嗎 愛情連扯障 愛情連扯障 我也只會這句話 你也只會這句話 那個Coco你那什麼問題 老師你剛剛有提到 外資現在在回頭買台股嘛 可是關股卻偷偷在賣 那這樣會不會造成台股 漲不上去了咧 好 我認為這事會是一個問題 因為大家如果看一下 可以方便幫我切台積電的K線 會發現說 其實這幾天在 當台股在默默的創高的時候 其實台積電是 就在這邊 高檔就有一個震盪 所以接下來的話 你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個外資的連續買鈔的動作 他如果是積極性的買鈔的話 那台股才有機會再往上走 那你可以稍微觀察台積電 因為其實台積電就是台股的縮影 那最近的話 你看到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那個時間點如果切11月2號的話 從那個那天開始 外資的買鈔是源源不絕 連續不斷的 可是在這個過程的話 你發現說 其實那個關股的券商 也在這邊偷偷賣股票 所以後續台積電方向 就等於台股的方向 我認為是這樣子 好台積電要觀察一下 外資會買嗎 對 外資今天有買一些 買台積電就算了 台積電說今天沒有想買 可是他是說OK的 有沒有看到其實像世界先進 聯電 對那些低檔的金源代工 沒關係等一下陳昱老師會解釋一下 你看陳昱天靜的線型蠻漂亮 聯電也是線型蠻漂亮的 好不好 成熟自成老師看起來都有機會 好我們再繼續講 感覺漢偉老師 特地想看這個行情 老師 這個台灣股市硬是 漢偉老師 硬是要漲這一點 他不爛耶 他不爛3%耶 硬是要漲一點耶 怎麼辦老師 一定會不爛 因為這幾天其實國際股市 要不要爛 老師要不要爛個3% 我覺得爛3%應該是基本的啦 因為外資這一波的一個 歸對的力道戰很強 但我覺得還是要提醒大家 就剛剛跟達恩哥所說的一樣 就是說 台股畢竟從低檔漲上 已經連續漲了十幾天了 那要注意到就是說 禮拜四禮拜五 因為外資要休假了 感恩節開始出現了一個 連續性的假期 所以一般來講 如果以大盤技術指標 K指標也拿到90以上的 超級動畫區了 所以如果下半週 台股要亮縮的話 我覺得可能指數要進行休息整理 但你也不用太過擔心 因為你看貴買指數的部分 如果大盤休息 貴買繼續噴的話 我覺得對大家來講 其實還是一件好事情 老師你說大盤要爛3% 是要跌500點嗎 不用 不用 我是說大盤 我們講跟港股相比 我們最早要讓他6% 快要接近了 爛6% 爛3%爛不是6% 這我們不知道 我只知道台灣股市現在 目前的指 看起來一點都不讓 當然不讓 是的 好不好 是跟大家講 統計學的問題 就應該問教授 交大的 來交大的 來 統計學這個3%還是6% 好不重點 重點台股我怎麼找 對 基本上 我們只是正他的話題而已 對 我覺得一個根據長年的統計 有兩個重點 大家一定要知道 就是說 第四季 選舉行情 但是講選舉行情 大家覺得說 那已經長那麼多了 後面就要選了 我跟各位講 有一個大家都沒有注意到 選後第一年都是大行情 選後第一年都是大行情 第一年 第一 簡單講就是2024了 唉 我知道 我還要講什麼嗎 你是以前我選後第一年要開始做空的 特別有經驗 我還要講嗎 我還要再繼續用我 切身的這個雪梨的教訓 告訴你怎麼被嘎的嗎 怎麼被嘎的嗎 還需要再解釋嗎 不用不用 所以選後 都有行情 選後一整年 他會有一個非常好 而且四年當中行情最好 往往都是第一年 啊我跟你講你知道嗎 還有一個東西要搭配 我再講一下 你講這個東西我們知道 我那時候也做研究 還有美國股 美國選舉的時候 又有行情 這個叫雙浪效應 連任的 你懂我意思嗎 雙浪兩個波加在一起的時候 那個浪 波波相連到天邊 更可怕 因為美國要連任的時候 選舉的時候 如果是要卸任 那個選舉沒有用 要連任選舉的時候 會做多行情 這每一年 然後100年來美股都這樣 所以你看 我們好多獨家的 所以我們繼續看一下 然後扇貴也是很強 對不對 扇貴這個不用解人一案 而且今天扇貴比大牌還強 方便的話幫我切一下 今天的那個漲停板那個加速 來漲停板加速 還看不完你知道嗎 還看不完喔 哇塞 這看不完 那麼多 所以當台股在休息的時候 其實我剛剛認同 就是剛剛安偉老師跟陳老師講 就是現在這個天井 我反而在看說 中小型內股的輪動 然後輪動的過程中 會有很多很多標股出來 好 來這是善跪指數 來外資買93 你就要老師跟妳講 你認同嗎 外資買才不夠多 沒有還沒有 一整個八角多了 這太誇張 八九角這太誇張了 買93億這不算多 所以外資這一波 還有機會買 好不好 可能他們最近要休息 要放假還怎麼樣 我們來看一下 來 老師那重點是集團股 好 我們回來到之前我們衛生集團 講過了嘛 衛生一直在漲 對不對 今天要講另外一個集團 漲最多的第二多的 對 所以大家可能會印象中 怎麼好像聯發科 怎麼也會要作帳 結果真的如果我們統計的話 其實真的真的會作帳的集團的話 然後衛生第一名 毋庸置疑 然後第二名的話竟然是聯發科 他的11月份的平均漲幅的話 是9.6% 然後12月份的漲幅的話 是6.5% 那合計漲幅的話 高達16% 其實只有差衛生集團一點點而已 一點點 第一名跟第二名 都是狂贏別人的啦 是的沒錯 那如果就今天的行情來看到的話 其實真的有這種感覺 那我們今天的話 幫大家點兩檔的個股 兩檔個股 兩檔個股 聯發科集團的老師 楊智 對 楊梅土器 特別跟大家講說所謂的 自取標股 對 年底的作帳行情的話 尤其是集團作帳行情的話 拜託你捨去基本面 千萬不要看基本面 因為 你如果看基本面 你絕對會錯過這些標股 我懂的意思 就是你看謝成爺 不要看他外表 不然你絕對不知道 他這麼有內涵 對不對 欸 欸 我不認同 所以我不予以為回應 你不認同哪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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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沒有內涵 欸 你沒有內涵 你連內涵 沒想到這樣的回應 也要被打槍 對啊 好 你看是公主 你要我這邊看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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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今天的兩檔的股票的話 我這邊都寫做夢行情 因為第四季的行情的時候 你可以完全不用管他上半年有多差 前三季有多差 就看誰會作夢 真的是這樣子 誰會打嘴炮 對 看明年怎麼樣 明年有多好 他就跟你說明年真的很棒 就跟我跟陳彥老師 有時候到一個年紀 中年男人就是打嘴炮 欸 不好意思喔 你講打嘴炮 嘴請幫我把它拿掉 真的齁 我不知道說什麼 我不知道說什麼 所以你被打槍喔 好啦 快一點啦 好 所以真的只會打嘴炮而已啊 嘴請拿掉 好 好 趕快回來 那個他法術會的時候 他說下半年比上半年好 然後另外的話 他的原本是機上核 就是原本電視機上核 STB的晶片 結果呢 他說我們有那個真人機 真人機介面 HMI 什麼叫真人機介面啊 就是人機模擬的那個介面 反正跟AI扯上關係了 對 所以總而言之呢 他說已經應用到所謂的電競跟 醫療的領域的產業了 那甚至呢 因為他之前 他原本有接到一些 零星的ESIC的業務 喔 ESIC嘛 像這種特別訂製的晶片 對 客製化晶片 但是呢其實今年 他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接到很大的單子 但是他說 我們要擴大成這些ESIC業務 結果 一喊下去之後 就突然變標股了 欸老師 這大戶一直在偷買 你看喔這一段最明顯 這一段綠色是減碼 對 你看到縫高就故意減碼 是 沒錯 結果這邊 這邊下去的時候怎麼樣 這一段最討厭 這一段你不知道會不會長大戶先加碼 對 很明顯那看大戶嘛 是 因為我們就特別把這兩檔個股的話 把那個簽帳大戶把它帶出來 所以他目前簽帳大戶的話 這一段啦 這一段這惡力 這一段把它圈起來 竟然高達了兩 就是兩成左右 都是簽帳大戶的持股 而且在持續在增加 所以這是第一檔陽字的部分 先不要看 基本面當然我們可以唸給你聽 可是最主要是籌碼 籌碼面 跟技術面 好不好 技術面也是受籌碼面影響 所以陽字記得喔 聯發科這個集團在作戰的喔 這個作戰是有機會 老師剛才講到 第四季行情 第四季行情要什麼 第四季行情為什麼強 因為集團股在作戰啦 老師第二檔股票什麼 聯發科誰股票 第二檔股的話 也是聯發科的轉投資子公司的金星科 那金星科的話 會不會膽戰金星啊 不會 欸 如果你看他的 如果你看他的基本面的話 會 因為他到第三季才好不容易轉虧為贏 之前 那跟衛生很像啊 幾乎是 然後剛剛上面 可是比衛生貴很多 順便再補充一下 陽字到第三季才虧的 結果突然都是變標股 所以第四季 虧這種虧轉贏喔 三幾塊還算是 還沒有 他還沒有 他到第三季還是虧的 因為SDB經濟碼 這個沒什麼人在買 是沒錯 好所以 陽字到現在目前還虧 然後呢我們剛剛 下一檔的話是金星科的話 好不容易在第三季的時候 轉虧為贏 然後0.1多吧 所以如果就 所以就金星科金星動物 最急的啦 好那因為META的關係 因為他META要加速 加速智研晶片 然後呢第二代的產品的話 聽說是採用金星科的IP 然後呢而且是台積電 5奈米的製程的架構 那最快的話是明年完成研發 最快最快的話是2026年才問世 結果呢他今天就突然就 一根上去了 那如果再把他那個線型把它 縮小一點的話 你會發現說其實他這一波的底部 也有形成的狀態 然後呢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對 底部成型之後這邊 這邊 這大概是453塊附近吧 所以因為今天剛好 來到這個壓力區 那假設如果突破453的話 就可以幾乎就要確認 叫這個底部形成 然後呢有機會再攻一波 那目前的話 你稍微留意一下 這個壓力區的一個震盪的過程 好謝謝老師 金星科也是一樣啊 這是千張大戶是不是 千張大戶 集團作戰 重點是籌碼面 是 在技術面 基本面線最後再看 沒錯 有時候有夢最美 希望香水 好不好 我們現在都變成競選口號了 老師跟大家講 所以謝老師告訴我們獨家的想法 希望股價 不會金星動魄 不會金星動魄 那就像步步金星 那個步步金星 你也有看過 有看過 好看嗎 好看 你喜歡誰 四爺還是八爺 四爺 八爺後面好像有點 怪怪的 我其實沒什麼看 希望你不要看七爺八爺 這蠻紅的啊 才有女生會討論啊 來 我們來看下個單元 下個單元之前的老師 坤老師覺得講得不錯 好不好 很精彩 董內不用董內直接加Line就好了 對 面前的小豪鼠 DAR 888 我們弗力社沒跟大家收錢的 好不好 你們在業配的 我們都佛心來了 注意一下我們弗力社 是我們弗力社講了一整年CPI 好多財經頻道才稍微講一下下 之前都說不重要 你有沒有發現 要講不講了 你有沒有發現這波漢情為什麼外資回來 就CPI 是CPI 我們弗力社講得很對喔 對啊 謝謝老師 我們來看下個單元 讓人我這天 萊捷定投稿 老師 你好 那第一檔萊捷的話 萊捷來捷來捷 因為之前他曾經有一度有大跌過後 那大跌過後整理完畢之後 最近 他也是有點做夢題材 為什麼要做夢題材 原因是因為 就那個艾普的話 他有公告出來說 他有無益的憲徵 那私募萊捷400萬股的股權 然後呢 艾普是說 因為他要運用到萊捷的技術的前進的過程 然後呢 堆疊先進封裝的技術 然後呢 拓展到高階的電源管理應用的長期的布局 那我很老實說 不好意思 這個是相當難的 因為 那個高階的封裝 高階的堆疊 堆疊這種電源管理應用的 其實是很複雜的一個過程 所以他最快最快 搞不好是明後年的事情 可是你會發現說 其實當 那個新聞出來的時候 就是那個私募新聞出來的時候 突然萊捷這邊底部就串起來了 所以這個 我覺得會是一檔所謂的做夢的股票 那做夢的股票的話 你敢追 就是追強勢股 那如果不敢追的話 拉回首穩到季線附近 再去做留意 我覺得是一個相對安全的一個方式 那第一檔萊捷的部分 那第二檔個股的話 是375的定影投控 那定影投控的話 其實前波的高點107塊那邊 我相信大家都已經知道 因為他的子公司 A股掛牌 就是那個超影 然後另外的話 他也有特斯拉的訂單 這個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在上漲的過程中 他也觸及了所謂的分盤交易 那他在分盤處置結束之後 今天又去做漲停板 那主要的原因的話是因為 或許你知道他有這些相關的利多 但是他後面還有更大的利多 是因為 他還接到了AI的伺服器的 就是PCB版的訂單 所以他後續的話 還有AI的那塊的板子 那另外的話呢 他的後續的接單的部分的話 接單量更多 所以他必須要去做擴產 所以後續的利多 叫做擴產加上AI伺服器 所以你也可以留意一下 他轉牆突破了月線之後 那假設如果再回測個月線 其實我覺得那是一個不錯 可以去做一個加碼的地方喔 好回測月線 好回測月線 電影投稿我們拉圓裡面 之前整理很久有沒有 你看一串新高一展 這一段整理蠻久的 整個要噴出去的 這很不錯 希望電影投稿庫 來解來解 好不好 這個股票現在都有一些相關 來解也是用艾浦入股後 對不對 這股價走勢蠻強的 接下來華金科跟雙頭 漢偉老師你好 對因為今天台股有一個 新的題材蠻熱的啦 一個叫做所謂的 AI-PIN的一個全新的 所謂穿帶式的裝置 那跟AI有關 又是一個跟手機不太一樣的 穿帶裝置 所以今天盤面上其實台股有一檔股票 叫3504的陽明光 一開盤就直接亮燈漲停板 那原因就在於說 因為傳說他打入到 AI-PIN的一個相關供應鏈 那華金科為什麼要特別提到他 因為他也被傳出來跟AI-PIN有關 而且如果說大家去比較 陽明光跟華金科會發現到 陽明光前男性是虧損的 華金科前男性加起來 合計大概賺了0.9塊 同樣的一個所謂的獲利的空間 可以發現到華金科 其實是相對比較具備基本面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樣的AI-PIN的一個新題材帶動底價 今天的華金科是爆量 創下波段的高點 而且下面大家放一下外資的部分 可以看到外資其實在 第一檔已經連續布局了一段時間 所以也代表說可能在 第四季的做夢行情當中 這種新的題材 新的穿戴式裝置 我覺得帶動一些新的需求 所以陽明光也好 華金科也好 我覺得都有因為這樣的題材 帶動底下出現轉強 對華金科來說的話 我覺得持續只要看到法蘭鑽在買方 股價應該是要有後續的一些表現空間 那第二檔股票當然也是 今天創下日子新高的雙紅 其實大家可以發現到 今年整個散熱族群 因為AI伺服器的關係 股價一直在創新高 齊紅之前走第一棒 建策走第二棒 現在雙紅又再度接下第三棒 創下日子新高 那大家可以發現到 在散熱族群當中 為什麼雙紅最近比較強 因為它除了AI伺服器以外 它其實主要的營收來源 來自於手機 那最近不管在三星啊 在華為啊 都是所謂的這個雙紅的主要客戶 那手機都賣得不錯 所以它的一個營運的表現 最近開始出現加速的成長 股價今天也順勢創下歷史的新高 也代表說我覺得 在整個手機零組件這個區塊 因為雙紅創高 因為照例的創高 我覺得都還是有一些網上的比價空間 好 雙紅照例都不錯 其實之前這也是AI幹線庫 然後漢偉老師要告訴我們AI的故事 好不好 有感情的故事 有感情喔 等一下 來世界跟鳳凰 陳彥老師怎麼樣 我們直接先看一下世界的一個K線圖 下面 幫我放一下外資 我覺得 有幾個有趣的齁 第一個就是說 11月7號法說會 它在法說會當中 它的毛利 出來是下滑的 還有第四季的 營收的是 季減 可是很奇怪喔 短短才幾天的時間 怎麼突然之間股價爆量 而且衝高 我們把整個線圖再縮小 你會發現它就突破了整個箱形的整理區間 箱形整理畫一下 而且 而且下面 我跟你講真的要畫 真的要畫 因為其實 陳彥老師很少這麼認真解盤 是 是 是嗎 真的嗎 我一向都是這麼認真 不是 可是我覺得這個 它畫得很爛 突破 這邊有沒有突破 之前高底面在這邊 欸 欸 不好意思好不好 欸 你也認真一點 對啊 是不是 我好不會那麼認真講 結果你看 欸 有稍微好一點 然後呢下面的成交量 我們再換回來換一下 喔 不好意思喔 你在玩它吧 欸不好意思喔 就是要玩它怎樣 欸 以為叫招回來肚子變小以後 欸 都臭屁了喔 喔 這不得了喔 便當一次吃三個喔 它不能容你的啊 在下肚子也不能撐床 現在很小了 喔 那你注意看喔 就是說 這一次 不只突破了 我們講前面的高點 原本11月7號法縮的 這個利空奇怪怎麼 怎麼突然消失了 我跟各位講一個重點喔 買股票不是買現在 也不是買過去 我們要買的是什麼 未來 那它未來 那好在哪裡 我講第一個齁 現在不是說 新加坡要設12吋廠嗎 這是一個好消息 為什麼 因為它現在有5座8吋的 4座在台灣 1座在新加坡 我為什麼要去弄一個 12吋的 你覺得原因是什麼 好 就代表它未來有很大的一個訂單量 目前中國的這個 供應鏈去中化的轉單效應 已經開始在發酵了 發酵 所以明年這個部分 會帶來很大的一個利多 所以我覺得現在 法人開始進來卡位 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那另外還有一個 而且我不述一下 世界先進 對不對 世界先進 通常股價漲的時候 真的漲起來的時候 因為有台積電叮單加持 對 漲的時候也是比聯電股價 還蠻猛 還蠻猛 它以前股價最高來到多少錢 你們看一下 170幾元 170幾元 很猛 很大的這種想像空間 想像空間 像有些股票都這樣子 基本面其實都還沒有 都還沒有出現 股價先出現 比如說最近去都愛心 也蠻強的 好不好 那我時間跟大家講 再來我們聊一下這個鳳凰 最近大家都在講藍白拖 不好意思 這個藍白拖 為什麼給我合起來 我就不要合 合起來怎麼走路 你可以幫我分開嗎 這樣子 所以 你為什麼要拿我們道具 怎麼啊 這藍白拖 沒有今天最新的八卦有可能柯鍋盒了啦 是不是 難怪柯文哲 難怪柯文哲 你把我綁在一起 我不好走路啊 難怪柯文哲 你把我綁在一起 我不好走路啊 他現在不理他啦 他說我要走自己的道路啦 難怪柯文哲說要走自己的道路 難怪柯文哲說要走自己的道路 可以蠻精彩的 很像八點檔你不覺得嗎 所以 所以就導致今天相關觀光類股 就出現一個比較大的修正 但是我在這邊平心而論 你說這 基本上現在觀光股 真的是在找 漲未來什麼藍白河什麼兩岸 這個題材嗎 我覺得真的是在漲他現有的營收真的穩 明明十月是淡季 他們的營收都比七八月還好 都比七八月還好 所以我個人的想法 就是說 未來合不合 選舉的結果 我覺得旅遊觀光股 他的業績只要穩定的增長 這麼大一波修正 幫我切一下 那個周K線 實際上我覺得這一波修正的 修正的狀態是足夠 修正的狀態是足夠 有沒有 你看一下 修蠻久了 對 所以我覺得明年開始整個 旅遊各方面恢復正常以後 業績 持續的增溫應該是看得到 所以老師不會覺得明年那個旅遊潮過了以後 就是大家這幾年該出國出國 明年會比較冷一點點嗎 不會不會 我覺得 我覺得說基本上回到一個正常的一個 供序的狀態 然後整個營運 反而能夠穩定 我覺得反而是比較好 因為有些人還是會固定去泰國跟越南嗎 對啊 陳偉老師沒錯吧 欸欸欸欸欸 嚇一跳 是你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泰國約的都沒有收 你都沒約 都沒約 都沒約 不是 我說漢偉老師說沒有約他 對對對 你說都沒有約他 他好 他免簽他沒有約 對啊泰國現在免簽 漢偉老師你們 想想你這麼 這麼老實的敢講這種話 我們去泰國去正常的地方 對啊 陳偉老師也是去他覺得正常的地方嗎 對 正常去泰國都應該要去的地方 對啊 不一樣他就越是洗髮 越是洗髮 越是洗髮 對啊因為是 不是洗髮 好玩嗎 小心被髮髮 四手連彈 鋼琴有沒有 不需要四隻手 一隻手就夠了 好不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給大家 為什麼一隻手就夠了 我們給他第一手的消息 好不好 小豬GP520 老師的LINE 謝謝大家的支持 感謝大家的支持 怎麼今天那麼客氣不像他 我們來看下個單元 來 股市甜甜圈 膠田股邦米圈 像哈維老師這種 來來一下 哈維老師雖然不炫你 可是像哈維老師這種老實 實在你喜不喜歡 不錯啊 為什麼 嗯 好尷尬 哈維老師 根本不想提你 我不知道怎麼提 我還站在這邊還沒下去 對啊我還沒下去欸 不是 好那算了 那代表 你看老師來故意離你距離一點 對啊我們要保持 我跟你講喔 他才是真正的對冷漠 Eason那個是裝的 這個是真的對你保持距離 原來是這樣 我懂了我懂了 好你看你看 冷漠從這裡就學到了 不是因為這代表人家已經 明朝有主了好不好 謝謝 我們要避險 避險 避險 對對對 可是避險是因為 你覺得整個還不夠漂亮 如果不夠漂亮的話 不會避了 不要在火上加油 今天你自己在旁邊你會避嗎 欸不會啊 還是避啊 不會你看不會避啊 單純不會避啊 我們很久很少會避到林志玲啊 是不是 欸人家也是BlackPink 來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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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連音樂都不行 難怪不上 啊欸 真的很不行欸 你可不可以代表的時候 可不可以把音樂 記手一遍 先記起來一下好不好 老師 ChairGPT支付被開除了 微軟貴求復職啊 剛才兩分鐘前的最新八卦啦 對啊 因為微軟直接就把他找來公司上班了 老師你已經把整個都八卦講完了 哇 那還踢什麼 老師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過程 然後 輝達財報周三要開講的 老師你先講 對啊 因為我講說其實上個禮拜五非常的震撼 因為在盤中傳出來 哇 居然這個奧特曼 大陸叫做賢難超人 因為大陸賢難超人叫奧特曼 對賢難超人 他突然之間在這個禮拜五的盤中傳出來 被董事會解除職務 欸你說他是創辦人居然被解除職務 這個是非常明顯的這種大陸去的公鬥 是啊 直接就創辦人老闆就被解除掉了 那是不是以前賈博士也有這樣被幹過 也有被幹掉過 也曾經被幹掉過 後來又找他回鍋了 因為後來沒有他實在不行 對又他不行 所以原本在禮拜天也傳出來說 這個OpenAI又要找他回來認職的執行長 結果後來發現到 原來被微軟染胡了 他直接就去微軟上班了 老師我覺得是不是他也不屑回去了 我覺得應該不屑回去了 因為我創辦 我創辦這家公司 結果你們居然突襲式 就直接跟我一個電話會議就說 我要把你炒魷魚 對 那我就掛不住臉了 對你們這些公司 所有人都是我找的 OpenAI是我創辦的 結果你們直接把我趕走 我覺得 這也代表說其實目前我覺得美國科技 但第一個啦 分分合合是必然的 但整體上也代表說 OpenAI目前是這種所謂的 數大招風 所以有很多的一些風風雨在當中發生了 因為傳出來說什麼 這個性虐待 或說這個領導能力 包媚指控他性虐待 我覺得這個有點傳的太誇張了 八點檔 又不是陳彥老師 怎麼會有這種八卦呢 陳彥老師 怎麼樣 把性給去掉 這邊虐待而已 虐待 這樣好不好 我看你打嘴炮 就把某些字都給去掉嗎 陳老師有什麼話要講的 其實這種不會指控 你說你還是說 不是啦 因為我說這種 其實是確實是有一點over 我覺得這個 你覺得是嚴重的指控 說實話我們也不了解他啦 這是八卦 可是不能怎麼樣 如果這個事情傳出來 應該不會再回憑他啦 所以應該跟這個事情沒關係啦 應該沒關係啦 而且一般來講 大家看重的應該是他所謂的專業能力 在私德上面 我覺得美國對私德是比較開放一點的 比較open的 對並沒有那麼樣的 像怪陳彥老師很像玩這個美國生活 對在美國生活 歐二國 不不不 你弄錯了 我要去那個伊斯蘭教 為什麼 穆斯林 因為四個老婆 喔 原來是這樣啊 對 四個老婆 缺人打麻將 好 老師 聽說本來說要回去 他這句話應該話中有話 你看一下 本來在前一小時的時候 老師 對 本來說在這個 所謂的 推特上面說啦 就是說他帶上訪客證 是最後一 第一次也會是最後一次 反而預計就是說 可能 有可能就回去了嘛 所以就不需要訪客證了 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 結果沒想到是不回去了 所以他再也回去了 不回頭 他其實暗示他啦 這是最後一次的啦 對啊最後一次嘛 我已經不回去了啦 你要救我回來 要不然我就不回去了 對啊 回來跟他討論嘛 人家也是希望他回去嘛 可能不用呢 我不用回去的 反正 微軟也信賞我 我是他聽說真的要 現在不回鍋 OpenAI OpenAI本來是怎麼樣 是那個微軟有出資嘛 大股東嘛 對出了100億美元 對 100億了是 100億美元 而且他談了很多 就不公平的條件啦 也就是說為什麼奧特曼這一次 是被董事會反對 就是因為 他跟微軟簽訂的條例當中 他們說喔 今年所謂的OpenAI 或未來幾年 他的營收有75%要先給微軟 喔 先前來說 是這個八卦我居然不知道 所以他們也有可能不爽 就不爽 就覺得說 好不容易已經 事業上軌道了 大部分賺錢都要給微軟拿走 所以說微軟所有的新科技 都直接用OpenAI搬過來 那整個一個OpenAI 病嘛 病啊 對相關的技術啊 相關的資金啊 相關人才 病名去搜尋有些 都直接用TradeGPT的 TradeGPT啊 對啊 所以就代表說 很多董事會就覺得說 我們這麼辛苦的研發 結果都被微軟做嫁衣了 所以 最後發現到 那直接老闆就被微軟搬走了 所以 因為 也代表說我覺得這個狀況 但第一個 今天晚上微軟股價就非常精彩 喔 那微軟就沒差了 微軟股價還變漲 還對老實 有可能變漲 對啊 因為之前我投資的子公司 現在不用投資子公司 我現在把奧特曼全部都把這個 鹹蛋餐給拉回來了 團隊也挖過來 因為很多不滿這個董事會把奧特曼開除的 會跟著奧特曼一起去微軟上班 我這個強大一個想法 就像譬如說今天馬斯克假設被人家FIRE了 然後你覺得會不會一堆人跟他去上班 一定會 被特斯拉給FIRE了 他會成是一個特特斯 我突然想不到一個新的電動汽車 這特特斯 他還是會很多人跟他一起 所以 這個人才是最大的資本 所以 剛才確定的消息就是 他回去 他不回那個OpenAI了 不可能回OpenAI了 然後他去回去他大股東 OpenAI大股東微軟上班 微軟幫他成立一個新的AI的部門 就讓奧特曼來領導 我要是微軟 我這麼有錢 隨便你開 我條件無條件幫你供應 對不對 就像一個馬斯克一樣 願意來我這邊都好講話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件 但對全球AI股來講 就是 應該不會有影響太大 完全不會影響太大 我懂了 而且說不定投資更多 你看OpenAI也要投資 微軟現在也要加倍投資 因為我們現在在戶是伺服器 也會不會投資比較多 又新的又買新的伺服器 所以老師 新的伺服器 因為你現在微軟要跟OpenAI要競爭的 對 對不對 老師這樣是不是很好玩 我覺得蠻精彩的 接下來就是OpenAI 新舊東家之間 投資客之間 造成非常大的影響 我覺得這個故事應該還是非常精彩 所以這兩個 這兩個到最後 這個競爭關係 反而到最後 反而是讓台灣的伺服器 反而會銷量比較增加 對因為要用軍備競賽 軍備競賽 對可能 再講有道理喔 對相關應該需求還是會上來的 老師聽說禮拜三這個更精彩啦 對 凌晨6點記起來 這個時間你不記起來 你會後悔一輩子好不好 早上起來第一件事 先不要上廁所 好不好 隨便像陳業老師一樣 動不了 陳老師 我現在上廁所 我都要站遠一點 因為我怕那個 射出去反彈的力道會見到我的褲子 你在講什麼 那應該是馬桶這句話 這個是我今天聽到最好笑的笑話 好 是不是 我反正還跟你講說 老師凌晨6點他一定等不及 他等得及你知道什麼嗎 為什麼他凌晨6點醒來的時候 他就不會急著上廁所嗎 陳業老師 你知道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他凌晨3點凌晨4點 凌晨5點都尿尿尿醒的 對啊 原來是這樣 所以你發現他很喜歡把他的故事 用陳業老師去描述 因為我自己不知道這件事啊 哎呀 你辛苦你了 難怪 難怪他最近精神都不好 原來半夜都要起來尿尿 哈哈 不過我真的有TMA技術我不錯 我記得要給他們 對不對 Coco都睡得很好 第三季 夢香甜 奇怪 不是他本來睡不好 他說TMA技術我分他幾顆 他說OK 對啊 來 老師你預測第三季市場 可能121億 比他來的 比匯大預測更多 然後聽說第四季展更多 第四季營收到預測多少 對目前其實說是177億 所以我覺得第三季有可能擊敗市場 第四季可能又比市場來的更高 所以這份財胞應該是個好的財胞 如果第三季比177億來的高 真是來的180億 是不是AI股有機會 我覺得AI股會有機會 對 AI股我覺得因為晶片的反彈 應該會有一些不錯的表現 好老師阿美女有什麼問題 哇老師這次是揮答第三次公佈財 但是回顧第一次的時候公佈完之後 台股AI股就漲大漲喔 漲一倍兩倍很多 對很多 跟第二次就一日行情 那第三次老師你認為會起死回生嗎 我覺得就AI股 第二次沒有一日行情 大概一小時行情 一小時行情 開盤 對開盤 One hour 對 所以我覺得第三次 但就不會漲原本的 第一次的這種廣達 偽創這些股票啦 它會漲到所謂新的AI題材 對接下來的H200 接下來的B100 到底誰接到單子 所以不會是原本H100 接到那些廠商 所以這一次在所謂的財報開完之後 可能這些所謂的舊AI股票 會跌升版潭 但可能不要期待它會回到之前的高點 但一些新的接到單子的 或是說跟灰達這個晶片出貨有關的廠商 我覺得是有機會出現轉強的一個發展 所以是比較樂觀去期待這一次的財報之後 對台股也好 對AI族群也好 對電子屋來講的話 我覺得都可以比較正面利多來看待後續的發展 老師我們快速看一下 這內容我們就先不看了 放大 就是AI伺服器 你就是這武膽比較有機會嗎 就是 裡面我覺得主要就是因為紅海 因為紅海進來之後其他都不好了 因為紅海進來之後 我覺得就進入到所謂的紅海的競爭 就紅色的海 對因為它能夠一條龍 代表你從上中下游 它都可以幫你做到更便宜的方案 那輝達如果找紅海的話 廣達 技嘉偽創我覺得都會受到一定的一個毛率的影響 那紅海 所以你覺得這些老伺服器 因為你到時候推薦 你反而不 這無檔股票你反而都沒有推薦 我覺得當中其實我也是可以留意到的 因為它本身它毛率比較高 因為它是所有ODM廠商 所以你覺得廣達技嘉華碩 之前那些老AI伺服器的不太會長嗎 但華碩可能有機會 因為華碩之前沒有漲到 而且華碩本益比蠻高的 對就是本益比蠻低了 本益比蠻低了 所以它今年看起來是有可能因為這個題材稍微有點加分 你要複製過去的廣達技嘉這種 漲了兩三倍的股票 我覺得是有一定的難度 是啊那個會不會被查稅 最近聽說要嗑郭沛了 你們對政治有沒有了解一下 我覺得查稅這事情應該慢慢會告一段落 對啊因為到了年底大概該查的 該給他面子也給他面子 可是要交一交 是說他要退選 或者是說變成屈居於副手 你覺得有機會 對如果少了政治干擾的話 對鴻海來講我覺得 就慢慢大家回歸到 那今年的一個獲利還不錯啊 本益比又偏低 值率又很高 這時候我覺得可能一些法人的買盤 有機會回歸的 快速看一下鴻海股價 我自己看吧啦 是比較不好意思 我就有機會退選為什麼 因為我每天都會搜尋郭台銘 這幾個字 看一下鴻海的股價 他真的自從被查稅以後 競悄悄沒有公開行程 沒有公開競選行程 這看起來就是不要參選啦 所以 所以對外給他查稅還是有怕啦 所以大家這幾天就知道 就知道了 這幾天很精彩 這幾天看了 爛3%爛6% 哇 柯文哲郭台銘 哇賴清德 哇這幾個 今天好有戲喔 這禮拜很清楚 你看到選舉 這個要那個報名這一週 報名總統這一週 居然還有這麼多八卦 選舉前兩個月 好久沒那麼精彩了 所以這個如果 我自己認為如果他 沒有要參選的話 至少沒有參選人要正的話 就是總統候選人的話 我覺得股價有機會啦 大家參考啦 這是看法而已 對啊因為鴻海 你看之前那個查稅消息股價在多少 對啊之前在108 對啊我覺得最少過108以上 是沒有太大問題 你覺得齁 因為多鐵這一段 這也是大盤行情 漲很多欸 都不關他的事情欸 都不關他 今天鴻海真的比較委屈 委屈啦太委屈 老師那你要告訴我們 那除了圍影跟鴻海以外 還有什麼股價 你直接注意觀察 預創 對 因為我們講說其實剛剛 記憶體事故 大哥已經跟大家講了嘛 週末行情來 你不要看財報 所以不要看財報裡面 很多IC這些股票 就開始網上這個 標出了一個情況 那預創本身 因為他是做一個 立基型的記憶體 那你看到記憶體報價 有不錯啦 慢慢回溫了 但股價反而在近期 開始加速的發動 你把預創的現行 拉開來看 你看他就是一個 之前就是這個 巴風不動 就黏在這個40塊附近嘛 但你看今天是 一根帶量紅黑棒 往上做一個突破 為什麼 因為上禮拜財報公佈完畢了 第三季激包也不好 銀收也不好 但股價就往上拉高 也代表說我覺得現階段 這些所謂記憶體相關的股票 因為南亞科 華邦店都還不錯 所以對預創來講的話 他有一個領頭的大哥 那本身因為大家現在 不看所謂的獲利的數字 所以對他來講的話 就算數字不好 只要後續有一些題材的話 都有一些表現的空間 好之前是巴風吹不動 一屁過爐漿了 現在站在豬戰的風口上 也會飛 也會飛 只欠東風 東風來了 好不好 預創 這個是記憶體IC 老師來看一下 最近這下漲股票 老師聽說這是什麼 這是驅動IC這一塊 老師驅動IC最近在漲很兇 敦泰也在漲 敦泰啊 天域啊 那是不是代表天也在漲 你們看敦泰跟天域的股價 老師這領陽創新 領陽創新跟領陽沒關係 應該是 跟領陽集團的 是領陽集團的 可是兩個是不同公司 可是是同集團的 同集團的 老師這個 敦泰展成這樣 是不是代表面板的報價 其實看這些驅動IC就知道 回來了 老師包含你也能算是一起講 老師你算是 對因為我講說面板報價 第一個目前是持平 沒有說大部分上漲 但對這種驅動IC來講的話 你可以看到 因為晶圓代工價格在下往下跌 所以它的庫存去化了 毛利率上升了 所以法人給它比較高的評價 所以本益比都有一些調高的空間 老師 之前的這個 晶圓代工價等於是它的成本 現在成本降低了 毛利就提高了 對對對 成熟自成的之前降價 趕很兇 對 先趕個1-20%再說 老師你講到重點 所以對領陽創新來講的話 第一個 它本身在NBA的市況 跟市場市況都回溫 而且 今年上半年到前8個月 都是營收的衰退 到9月10月份 全年營收已經回到年增了 那明年只要 比今年稍微好一點的話 你看大家就給它 不要讓它想像空間 股價從117塊 現在來到所謂的波段新高 也代表說 我覺得不管領陽集團也好 相關驅動IC 相關IC設計 第一個 你現在先不要看相關的基本面 只要股價人氣都在的話 我覺得都有做夢行情可以期待 好都有做夢行情可以期待 謝謝老師 今天節目有沒有學到東西 超級精彩 空母姐有沒有學到東西 有 那我們現在要學到另外一個東西 來 漢偉老師的LINE 小小蘇 PS1688 記得佳老師的LINE 老師其實蠻老師一個人 是的 還對我冷漠 什麼 對我冷漠 不是嘛 他對他家人老婆交代嗎 對 有在看 有在看嗎 上次俊原老師後來回家 那個後來看他上面都 那個 有受傷欲親了 繼續受傷欲親 有在看齁 哪一集沒有在看的時候 我在那裡 對 大家不用擔心 再過來給他報一下好不好 他完全不敢承諾 開玩笑的啦 欸小子 欸 開玩笑 開玩笑 這個是FreeFree 所以FreeHug 不要再開玩笑了 好啦 好啦 這個要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每週一到中午晚間8點上線 135解函影片 2244 教學影片 最愛吃瓜 謝關你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FreeFree 大局大力多 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啊 拍生意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 一凱老師 唱歌 然後歌聲一聲 遊戲 買這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這期 瘋狂股市福利社 先告訴你 胡家 2月一招 創打鼓 想先 開始想 打 哇 哇 你嘴巴好厲害喔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該如何殺死 只有誰能快點告訴我 願意會好 怎麼打鼓 感覺好像盯著我 最高殺地的經驗真的痛 黑洋機率 我確實冒一種 好看出來 看多了 看空出下球 哇 這沒錯吧 右邊子手 壞就奔 壞就奔 交易之前要考慮這期 瘋狂股市福利社 對見高不舒靠 這倒動 有難度對不對 最最高 殺最低 想要該掉這壞毛病 一早一到中 晚上八天暴跌 剪滿影片 二支剪滿影片 二支昭視影片 出來一口 二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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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